大家好,我是华晨宇 下海的花花 新年到了可以用三种不同的语气 向粉丝们求红包吗? 好啊 呃... 该发红包啦 交出红包 给个红包吗 OK 新年是新年哦 可以使用带有机的成语 向粉丝们拜年吗? 好啊 机的成语啊 感觉怎么机的都 呃...我会的好像都 呃... 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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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狗跳 蛤? 但是我不想祝大家机飞狗跳 呃...我...我... 祝大家今年不要机飞狗跳 不要... 不要机全部你 机机如一令 机机如一令 耶 花花 孙节总会遇到逼婚 但是有许多宿舍阿姨表示 看完你的音乐节目 想让你当他们的女婿 你有什么想法就接受说阿姨反说的吗? 女婿 女婿 那想让我当女婿也得先把... 先把... 女儿让我看一眼啊 对啊 OK啊 神情一眼是阿万年 寄托轮回恋恋不灭 我不要一定... 我不要见了就一定要取那好奇怪的 那我取不完了 我取不完了 取... 玩了 花花都知道你超级爱吃 春节的时候会考虑开直播吗? 看直播吃东西啊? 我不要 我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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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如果放假的话 我基本上就想... 远离我的现状 比如说如果我... 因为我春节我要出国学习啊什么的 我就想过一个完完全全 脱离开... 就是... 就是... 自己现在生活的一个状态吧 对 就是完完全全的状态 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向粉丝推荐一道春节式的菜的话 你会推荐什么菜呢? 推荐一个菜的话 红烧肉 很好吃 会长胖 油腻腻的 但还很好吃 亲爱的花花 新年到了 可以一边回答我五个问题 一边换一只小羊吗? 问题结束后小羊要化完哦 化完一只羊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 第一个问题 好 春节之间会走亲戚吗? 不走亲戚因为我要出国 如果你遇到熊孩子怎么办? 熊孩子我会... 给他吃一颗糖 那平时你是收红包的人 还是发红包的人? 我是收红包的人 一般这个红包面额是多大呀? 面额一般就几万个 如果粉丝穿着克斯拉的服装跟你握手 你会同意吗? 我会躲开它 好了 听完完了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小羊吗? 这是画的有点不像小的绵羊 哦那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你的构思吗? 啊构思啊 这是一只羊 然后毛是卷的 然后尾巴小小的 我怎么感觉我画的有点像一只鹿啊 就这样吧 我好像画的很很差 丢酷土豆醉音乐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多收红包 拜拜 看来明星也差不多嘛 啊 什么 没有看过影啊 那我们继续八卦啊 哎 你说这些明星回去之后呢 会不会被逼婚的 哎 那你说 会不会在家里面开一个什么总结大会啊 你有什么三姑六婆 七嘴八熟的 会不会来八卦一下其他明星的事呢 我们来听听快乐男生六强 他们怎么说 因为上节目 跟飞鱼姬小哥的关系非常不错 那作为前辈 他有教会你什么事情吗? 教我讲段子 讲很多的那个段子 但是我不能讲 因为他有一点点 有点点 花花的 花花的 对 带颜色的 还教我开车 我现在车开了还可以 可以参加比赛了 可以参加比赛了 最近有粉丝说 在节目的舞台上 你特别的性感 妖容 妩媚 那可以做符合这三个词的动作吗? 我只有在音乐想起来的时候 才会专门去做出这种 跟着音乐来 没有音乐的时候 那我就只会一个动作 就是 粉丝说你特别的会撩妹 可以做一个撩妹的动作吗? 撩妹啊 我不会撩妹啊 这个态度乱我了 忽然一下说是很奇怪的 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听到